今天學學文化創業基金會的色彩團隊 來到南投縣 埔里鎮的中校國小 進行色彩課程 與學生們一同尋找在地文化色彩 我們的色彩基本上紅色 原住民的紅色基本上都是來自什麼 樹廊 就這麼神奇 它就是可以染上很棒的紅色 綠色在我們宗教 尤其在我們所教這邊代表的意義 跟環境 它成為一體的 它是自然 那另外綠色 它代表的就是生命的地 這邊要叫一個酒味蜜 燒性酒它的風味 它是因為放在甕裡面 所以它就是甕這個它是有毛細節的 它還可以複習 所以它存放月酒的話 它的那個月酒的那個天香 的綠綠 從色彩角度切入之後再去重新看自己家鄉的這些文化產物 他們有再重新的認識 筍子 我們吃的地方是它的什麼 筋 筋 它不是真正的筋子 為什麼它的筋變成可以吃 因為它的黑水菌 讓它產生了什麼 變什麼 所以這樣的筋叫做什麼筋 我們孩子在學習色彩的運用的時候 經過老師的這個傳授 還有他們去探索 對地方文化產業的認識也有很大的幫助 你們覺得甘蔗上面比較甜 還是下面比較甜 下面 因為下面吸到的嘴巴比較多 下面先長出來 它比較老 老它是比較甜 有一句話叫做 倒汁甘蔗會漸入家境喔 這個跟這個比較接近 太淺了 沒有接近 我覺得淺了一點 再下面 再找找看 對 在下面 再找找看 小朋友開始會去注意他們身邊周遭這些物品的顏色 課程進行後 我覺得小朋友無形當中已經開啟他們這種 對色彩這種感受能力 因為中華老師對兔子的印象 他就覺得 小時候 他在看魔術的時候 從一個高腳帽裡面 變出一隻兔子 今天我要挑比較暖色系的 可能他們會在這個地方 他還很明顯的可以表現得出來 他每次他會希望呈現出來的那種色彩 那你就可以看出來 他們這樣 應該是說他們從第一年開始畫 一直到後面 他們表現出來 其實色彩的差異性就會有 他會覺得說 我希望我每一次呈現出來的感受是不同的 希望這隻兔子 讓埔里的特長傳出去國外 他的綠色融入了大自然 讓我覺得很放鬆 埔里這裡的嘴汁很好 釀出來的酒會特別好喝 所以我就畫了酒 在你的眼中 台灣是什麼顏色 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 希望透過帶領學生尋找在地文化色彩 加深對家鄉的認識與認同 並運用藝術創作展現自信風采 就讓我們一起從孩子的創作中 看見台灣的多元文化與繽紛色彩 作詞文化